瑞典跟芬蘭日前決定申請加入北達西洋公約組織 讓歐美軍事同盟對抗俄羅斯的前線向北延伸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亭強調 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對俄羅斯來說 沒什麼大不了 冷戰時代以來 就分別保持所謂中立狀態的瑞典跟芬蘭 在二零一四年 也就是上一次烏克蘭危機後 因為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 於是積極參與北約的演習與會議 其他歐美國家也樂見兩國強化與北約的交流 不過兩國在二零二二年 俄軍攻打烏克蘭之前 還只是維持北約夥伴的地位 隨著烏克蘭境內戰局的演變 瑞典跟芬蘭朝野支持加入北約的聲浪大增 而夥伴與會員國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會員國有共同防御的規定 夥伴則沒有 換言之 一旦俄羅斯比照烏克蘭 對鄰國芬蘭瑞典下手 等於和北約全體為敵 俄方長久以來就認為北約向東擴張 是安保的重大威脅 但除了維持西北方芬蘭邊界駐軍 以及周邊陸海空領域的演習 始終沒有其他軍事動作 因此芬蘭瑞典加盟北約 歐美預期俄羅斯必然會有激烈反應 不過日前出席會議的俄羅斯總統普廷 言談之間顯得老神在在 俄羅斯除了本土面對西方的駐軍 還有一個瀕臨波羅的海的領土 加里寧格勒 不僅陸海空三軍重兵駐守 還有一個瀕臨波羅的海的領土 一代核彈頭 射程涵蓋波海周邊各個北約 會員國的短程飛彈SS26 金融時報分析指出芬蘭瑞典在表態加入北約 之前多次強調不會同意在自己國境內部署 北約的核武 也不會同意撥出土地 設置北約軍事基地 最多就是參加北約的聯合 軍演 這也是俄羅斯不再強烈反對 甚至表示可以容忍的原因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